欢迎收看东南传媒感言自黑 我是洪惠文 全国人大代表 情侣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 很荣幸能上到这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一方面是国家新基建的发展 带来的新机遇和新红利 另一方面也会探讨一下大湾区的发展 对于香港人的年轻人一代的机遇 立场要清晰 感言有人听 我是洪感言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洪感言 欢迎大家收看东南传媒感言时刻 今天再次邀请到港区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首席联络官洪惠文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 卫文卿你本身在大湾区的参与度是非常之高 而你之前有一个提法我非常之认同的 就是湾区人 提出来的时候 当然香港有些反对派的人士都是批评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相当好的 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提法呢 刚刚开始讲远港区大湾区的发展 第一次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提出 我就有幸上了去深圳电视台 跟几个深圳市政协委员一起做访问 当时就有一个争论 瑞士龙头 当然有些深圳电视台说 不仅是政府 不仅是大学 而在很多科技企业内面非常之厉害 广州有人民 还有它作为一个省会 它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也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湾区的城市只有透过互相合作 优势互补 才能够将整个湾区发展得好 今时今日我由香港去中山 和我小时候住坚尼地城去观塘 其实差不多时间 未来来说除着高铁 城制快轨 各样的交通便利 和过关的程序简化 其实你在湾区里面所谓一小时生活圈 将来来说很自然会形成这种湾区心态 或者湾区本位 其实现在说起越港澳大湾区 很多人都说 你回去广东工作、創业、就业之类的事 很多年轻人心里很不开心 每次说起越港澳大湾区就叫大陆做事 他们觉得你是否想赶出香港之类的事 所以这个当然港澳的朋友 其实他们希望帮助这些年轻人 但听到的 年轻人觉得有距离 所以刚才你一开始的说法 其实我不是要你去 只是提供机遇 因为其实科学不是所有年轻人 适合去港澳大湾区 好像我的工科男 如如得水 可惜我现在老了 如果我是年轻人 你还是年轻人 我年轻二十年 我一定搬去深圳住 如果我还是二十年前那种创业 做科技的事 我一定搬去 就算打工也好 人工减30%我都会过去 因为机遇多很多 如果你是没读过大学的 那机遇少很多 因为你要跟中国十四亿人 其实大家都上大湾区 现在每年大湾区 不是大湾区 广东省那九个市 每年增加人口二百多万 全国的人走到过去 尤其是高工毕业的学生 各个大学毕业生 首转是大湾区 就觉得那里有很多机遇 如果你想想 你大学都没读过 你去到 确实是难竞争的 你跟别人斗 做快递小哥 你都没有别人那么熟悉的路 这个问题是我们香港自己要解决的 我们香港的问题 确实我们的教育未够 大家已经觉得好似很多 但我觉得 作为一个香港那么富裕 那么成熟的经济体 我们的教育未够 我常常关注香港的Ivy 这些学生 其实我们的Ivy是很好的学校 你知道我做IT 我有请过一些员工 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的技术动手能力很强 甚至比某些大学毕业商都强 因为他们做过 不懂说英文 我都试过答错 会得罪客 或者会出事 但如果你去到内地 不用用英文达文电邮 不用你写作 管理工厂 这个我觉得是有些优势 然后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 创意文化的一班 这班其实 其实大湾区内地那一部分 都有机遇 但是制度不同 意识形态不同 是有些调整的 而且你又要跟别人配合 譬如我做产品设计 我都要找一间厂 我会帮你做产品设计 你不是坐在香港 那些人会找你 还有一班就是金融 金融其实大湾区都一样的 寄予处处 但是其实他不用离开香港 就是不用搬屋上去 他留在香港 但是他上去接客 可能星期一上去 星期三回来 今天去不同的城市 我帮你搞上市 我帮你搞并球 我帮你搞融资 我现在有些朋友都是这样做 三十年岁 你做金融你需要走去走 因为香港市场太小 广东市场大很多 七千万人口 但是你最后提供服务 其实是香港的 因为香港有国际金融中心 保险全部都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每一个人都不同 你说我走去年青人 你去广东省 去到广东省 去到广东省 去到广东省哪个城市又不同 其实人是有责任为自己规划 如果我是年青人 我还是十几十岁 我一定是 一方面我会乐意去试 勇于尝试 但是同一时间 我一定是審慎去规划 究竟哪里适合我呢 我的能力 我的兴趣 我的生活习惯 在哪里最能够如而得碎 我不是不可以改变 我可以改变 但是最好可以利用我的长处 这个就是每个人都不同 其实幻文卿本身 你和我一个很好的学习对照 因为我见到 你是一步一脚印 走出来的一个成功人士 但是刚才也说到 我们很多青年朋友 他本身三位朋友可能有一个壁垒 所以要走出去香港的话 其实会比较困难 如果给你的话 给我们这些建议 或者给我们 就是三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多些 有一个成功之道 是否贴近一点 我觉得首先是个心态 走出舒适圈 所有人都有舒适圈 我都有的 人总想留在这里 但是留在舒适圈 你的发展一定有限 我说过的话 就是心有多大 世界有多大 其实你所能够见到的世界 是和你的心能够见到的 是有关系的 要不要怕犯错 老一辈都说不要怕吃亏 现在可能你说这些 有些人会不听 但是其实是的 你年轻的时候吃少少亏 撞少少板 那个经历本身是一个资产 你以为我没有失败过吗 失败过很多次 我试了 只要每一次我知道 我不是漫无目的地去失败 我是有了计划 我去尝试 尝试完之后失败了 我在里面会累積到经验 我们做投资也是这样的 我投资科技创新的企业 我们最喜欢投资一些 曾经失败过的人 因为他加了学费 还不是你的钱交 他用别人的钱加了学费 失败了 他一定会累積管理的经验 这次再做 他成功机率高了很多 很多成功的创业者 就算Suckerberg Facebook 那是他第二次创业 他第一次创业也失败了 我经常说以前小时候玩 Angry Bird的游戏 那是他开发第十七支游戏 前面十六支都失败了 是这样的 旅败旅战不要紧 最主要你能够吸收经验 旅败旅战每次都跌在同一块 街砖上 那当然不行 但你会在失败中学习 失败是没有什么可怕 没有什么奇怪 我们 这个是传媒都有责 我们传媒很喜欢讲一些成功故事 不喜欢讲失败故事 但其实 失败故事 对所有人 不止对那个本人 对所有人都有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麽呢 我在别人的失败里面 如果能够学习到 避免再重复他的失败 我又赚了 我想起一句说话 就是三态改变 行动改变 行动改变 习惯跟着改变 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就会跟着改变 没错 请你所说 三态是第一位 多谢淮文兄 给我们的指教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感兴时刻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感兴时刻 多谢